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个孩子 老实说上课的精力不集中 精力不集中 学习成绩一直往下走 实际上这就是小儿抽动症的一些表现 因为我的这个治疗小儿抽动症呢 就是完全用中医 不用任何的需要 不用任何的需要 当然医院的刘比利啊这些 他们佛拍丁存 他们有人用这个 但是我觉得病人 尤其是小孩 有一定的有一定的副作用啊 有这个一定的毒副作用 而且是对肝性功能有影响 所以好多呢 那个 嗯 去选择了 这个用这个中药 当然我觉得啊 中医治疗这个 呃 多动症啊 多动症 小儿抽动症啊 它是有区别 但是这个小儿抽动症 刚才说的这个小儿抽动症呢 呃 是我比较擅长的 呃 但用中药为主啊 啊 他们 他们 他们用中药 针灸呢 是我们有时候也要配合的 嗯 但是那个小儿抽动症是用草药呃 呃 为主的 要辩证实质的啊 一般情况下 它是需要呃 呃 三六月半年以后呃 呃 才能痊愈 能痊愈啊 有个别的呃 不能完全 呃 治疗好 但是需要的时间更长一点啊 啊 都是可以治疑的啊 啊 都是可以治疑的啊 呃 这条几期视频有这个很高兴 疑吃 makers蔔的唸 tą涨盒 唷 呢 笔 moss玉包